双子座流星雨下周登场 准备许愿咯 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 即将于下周报到 今年极大期预估发生在下周二凌晨两点 数量最多可达每小时120颗流星 且当天适逢梅月 观测条件相当好 爱关心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一般流星雨都是因会星接近太阳 受热蒸发留下的尘埃或碎片引起 但双子座流星雨是目前唯一被确认 流星体来源为小行星的流星雨 这颗名为飞已送的小行星 直径约5.1公里 绕太阳公转一圈约1.4年 由于受到撞击或太阳引力影响 小行星在轨道上留下大量碎片 每当地球运行到附近时 碎片受重力吸引落向地球 与大气层摩擦燃烧 就会产生大量流星 不过随着碎片数量越来越少 天文界估计到2100年 双子座流星雨就会消失 飞已送小行星另一个特殊之处是 它的运行轨道与地球轨道相当接近 轨道是一个很长的椭圆形 最靠近太阳的时候 比水星离太阳还要近 最远的时候可以达到火星跟木星之间 因此飞已送也被归类为 对地球有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 不过科学家推善它的运行轨道与时间 估计只会与地球擦身而过 并没有撞击风险 双子座流星雨数量不但多 且流星速度稍慢 亮度中等 偶尔会出现明亮的火流星 吉大奇发生当晚 月亮在晚上8点左右就会昔末 晚上的9点10点之后 一直到下半夜都是一个 相当适合观测的一个时间 只要天候条件许可 找一个光害较少的空旷处 用肉眼扫视天空就能欣赏 不方便出门的民众 也可透过网络直播观赏 一定要看哦 动新闻台北报导